各位前嫌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了Cisco WebEx 线上上课的教程。大家看了教程后应该会更了解如何上网参加线上的课程。 我们今天会教大家两个上网上课的做法。第一个做法是使用智能手机上课,方便又简单。第二个是用电脑或手提电脑线上课,荧光幕比手机大很多,比较容易看得到PowerPoint上的内容。 两个做法都很简单,大家学一学就会了。在大家还没开始之前,请确保您的电子设备已经连接到了WiFi。连接好了就让我们一起开始。 第一个做法是使用智能手机上课,请您拿出您的手机,打开Google Play Store的应用程序,搜索名为Webex的应用程序,然后点击第一个搜索结果。 到了这里,请点击绿色的Install按钮,让应用程序安装在您的手机。安装成功后就可以退出Google Play Store。 接下来请打开WhatsApp。点击负责讲师发给大家线上上课的网址。 当它显示这几个选择时,请点击Webex。来到了Webex里,请允许所有权限。 然后点击绿色的Join按钮。 首先,请填写您的谈名。如果您是从心得谈,请填心。 然后空一个再填写您中文的姓名,以方便负责讲师和班务组长辨识。 过后,请在下面填写您的电邮。填完后请按OK。 您这样就进了线上上课的课室。 在这里就可以看到传题讲师分享的PowerPoint演示文稿。 让我们看看屏幕的底部。 从左边开始,第一个是调控麦克风的按钮。 红色代表静音模式。请大家在上课时确保自己的麦克风是调到静音模式。 在它的右边是调控摄像机的按钮。 如果负责讲师请大家打开摄像机,请点击这个按钮。 再点击Start My Video。 课正式结束后,您可以点击最右边的按钮。 离开线上的课室。 第二个是用电脑或手提电脑线上上课。 因为传题讲师会分享PowerPoint演示文稿, 使用电脑可以让大家更容易看到PowerPoint上的内容。 首先,打开自己的网络浏览软件。 搜索WhatsApp Web。 再点击第一个搜索结果。 来到了WhatsApp Web的网站。 接下来请拿出自己的手机。 打开WhatsApp。 点击右上角的三点展开设置菜单。 再点击WhatsApp Web。 过后再点击右上角的十字符号。 用手机来扫描显示在电脑上的二维码QR Code。 您的WhatsApp就会连接到您的电脑。 接下来请点击负责讲师发给您的网址。 然后等待网页完成加载。 如果出现快显示窗,请按Cancel。 等待Join From Door Browser出来后再点击它。 一样的,请填写您的谈名。 如果您是从心得谈,请填心。 然后空一个再填写您中文的姓名,以方便负责讲师和班务组长辨识。 过后,请在下面填写您的电邮。 填完后请按Next。 网页会需要用到您电脑上的麦克风和摄像机,所以请按Allow。 好了就可以点击绿色的Join Meeting按钮。 同样的,从左边开始。 第一个是调控麦克风的按钮。 红色代表静音模式。 请大家在上课时确保自己的麦克风是调到静音模式。 在它的右边是调控摄像机的按钮。 如果负责讲师请大家打开摄像机,请点击这个按钮。 黑色式表示摄像机已打开。 课正式结束后,您可以点击最右边打叉的按钮,离开线上的课室。 大家看了教程后希望会更了解如何上网参加线上的课程。 祝大家身体健康,福慧双修。 我们网上见。